约翰福音 第十一章 有一个患病的人 名叫拉撒路 住在伯大尼 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玛大的村庄 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魔主 又用头发擦他脚的 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弟 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 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后却说 这病不至于死 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要使上帝的儿子借此得荣耀 耶稣素来爱玛大和他妹妹以及拉撒路 他听见拉撒路病了 仍在原地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再到犹太去吧 门徒对他说 拉比 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 你还再到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 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若在白天行走 就不至跌倒 因为他看见这世上的光 人若在黑夜行走 人若在黑夜行走 就会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些话 随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门徒就说 主啊 他若睡了就会好的 耶稣说这话 是指拉撒路死了 他们却以为 他是指通常的睡眠 于是耶稣就明白地告诉他们 拉撒路死了 为了你们的缘故 我不在那里反而欢喜 我要使你们信 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 于是那称为低土马的多马 对其他的门徒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耶稣到了 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 已经四天了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六里路 有好些犹太人 来看马大和玛利亚 要为他们弟弟的缘故 安慰他们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 就出去迎接他 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弟弟就不会死了 我也知道 即使现在 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 上帝也必赐给你 耶稣对他说 你弟弟会复活的 马大对他说 我知道 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会复活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马大对他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那要领导世界的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 叫他妹妹玛利亚 私下说 老师来了 他在叫你 玛利亚听见了 急忙起来 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 耶稣还没有进村子 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玛利亚 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来 出去 就跟着他 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 就俯伏在他脚前 对他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弟弟 就不会死了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就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对他说 主啊 请你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 他多么爱他 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开了盲人的眼睛 难道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 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是个穴 有一块石头挡着 耶稣说 把石头挪开 那死者的姐姐 马大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必定臭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耶稣对他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 于是 他们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 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了我 我知道你常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 要是他们信 是你拆了我来的 说了这些话 他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 出来 那死了的人就出来了 手脚都裹着布 脸上包着头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他 让他走 于是 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中 有很多人见了 耶稣所做的事 就信了他 但其中 也有人去见法利赛人 把耶稣所做的事 告诉他们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召开议会 说 这人行好些神迹 我们怎么办呢 若让他这样做 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毁灭 我们的圣殿 和我们的民族 其中有一个人 名叫该亚法 那年当大祭司 对他们说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想想 一个人替百姓死 免得整个民族灭亡 这对你们是有利的 他这话 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 而是因他那年 当大祭司 所以预言耶稣 将为这民族而死 他不但替这民族死 还要把上帝四散的儿女 都聚集起来 合成一群 从那日起 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所以耶稣不再公开 在犹太人中走动 却离开那里 往靠近旷野的乡间去 到了一座城 名叫以法莲 就在那里和门徒住下来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有许多人从乡下 上耶路撒冷去 要在过节前 洁净自己 于是他们寻找耶稣 站在圣殿里 彼此说 你们认为怎样 他不会来过节吧 那时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早已下令 若有人知道耶稣的下落 就要报告 他们好去捉拿他